3月29日 有外媒报道称 中国男星高云祥于悉尼一家香格里拉酒店内 性侵一名女子 女子报警称 除了高云祥外 还有一名叫做王精的男子也涉嫌性侵 至于是不是著名导演王精 警方还没有公开 该报道表示 目前两人已经被拘留 昨天高云祥的律师为他申请了保释 有媒体就此事求证了董玄芳 对方也是立即挂断电话 据了解 高云祥微博最后一条更新 地点显示的是澳大利亚悉尼 在3月26日之后 微博就没有更新过 非凡娱乐 整理吧到